她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民族英雄 她的姓名与业绩 不仅垂著于中国史籍 而且载记于世界史册 她活跃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舞台上 她一生时功思过 侠不掩瑜 这位名垂青史的人 就是建州女真首领 后经第一位大汗 清朝奠基者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明朝家境38年 1559年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 今辽宁省新宾县 建州左卫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家里 则有丧母的努尔哈赤生活贫困 成年后 她常至俯顺观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 在此期间 努尔哈赤习的蒙古语 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 她很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户传》 这两部书对她的影响可谓深远 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父父亲死于战火 恶号传来 年方25岁的努尔哈赤决心骑兵索报复仇 用组 傅索夷的十三副甲州骑兵 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 十年五月 她攻打甲板城 祭出诺米娜 1584年正月 她率部恶战赵家成 升勤守将李戴 1585年二月 剑指智者臣部 经过反复拼杀 最终以少胜多 大获全胜 1586年她攻克俄尔魂 首将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 努尔哈赤请求明边立押欢尼堪外兰 并将她处死 1587年 努尔哈赤在攻折臣部山寨 杀寨主阿尔泰 随后她领兵攻打东城 城主扎海投降 至此 折臣部完全被其吞并 1588年9月 努尔哈赤消灭了剑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 完颜部 经过五年的征战 最终征服剑州五部 1591年正月开始 努尔哈赤挥视东向 攻取鸭鲁江陆 1593年9月她集中兵力 攻其主力 打败九部联军 圣秦乌拉不首领不战态 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1615年11月 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 相继征服卧吉布等部落 以东海库尔喀布为首的其他部落 亦纷纷归父 1616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赋予列国英明汉 国号大金 史称后金 成为后金大韩 年号天命 此时的他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大明的没落给了努尔哈赤机会 也赋予了他称霸中原的雄心 1618年4月13日 爱心觉罗努尔哈赤告天世事 宣读了与明朝结友的七大恨的讨名习文 同时率步起两万向明朝发起进攻 府润成以东诸座堡垒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弹 1619年3月初一 明军大将杜松军唐突冒进已进至萨尔湖 由于孤军深入冒进无援 此日便被努尔哈赤率不消灭 随后他接连消灭明军起于三路大军 取得萨尔湖大劫 1619年 努尔哈赤先是率不为攻残握 继而平灭了叶赫那拉布 杀叶赫首领金台使不养骨 从此便有了 即使叶赫那拉布剩下一个女人 也和爱新觉罗是不共戴天的传闻 1621至1625年 后今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 与大明多次交战 互有胜负 1626年1月 努尔哈赤发起宁援之战 明朝首将袁冲换以葡萄牙制的红衣大炮将他击败 于是率兵兵退圣经 沈阳7月中旬身患独居 8月初并是转位 所以决定承传顺皇太子和返回沈阳 8月11日承传顺皇太子和儿下 驾崩于金沈阳市于洪区敌家乡大埃金宝村 终年68岁 赠予清福陵金沈阳东陵 妙号清太祖 纵观他的一生 既是明王朝的掘墓者 也是清王朝的奠基人 25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部 平定中国关东部 明神宗万历44年 建立后金 割据辽东 剑远天命 萨尔虎之一后 迁都沈阳 之后席卷辽东 攻下明朝在辽七世余城 他顺应历史趋势 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 对后来满足共同体的形成 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 起了积极作用 正是运起辽东黑水间 纷争苦斗泪山山 连横广袤兴安岭 合纵深又万达山 史报家仇批白甲 网书国恨纪难满 如知命运红一炮 且作豪强末入关 感谢收看老李联播 明天见